我和阿贱是不会离婚的 虽然一开始 我们是真的为了阿公离嘱结婚 但是现在 只要他想留下来 我就会陪他留下来 阿姨刚才说的那些话 的确让我很心动 如果是半年前的我 一定会马上收下这张支票 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 我爱阿贱 我会陪他留在月存 我就说你跟以前的我真的好像 你刚刚说的这些话 当年我好像也是这样说的 小李 但是爱情会消失 你知道吗 当爱情消失了以后 你会后悔你说过的话 你会后悔你没有拿下这张支票 你会后悔你已经老了 等你想要再飞的时候 你已经飞回动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带走阿贱 就算没有我 他也不会跟你离开月存的 你错了 只要他还是我的儿子 我就有办法让他离开 即使牺牲他的幸福 你也不在乎吗 我当然在乎 只是 你不是我认可的幸福 阿贱回到加拿大以后 就会跟梓梅结婚 然后正式成为卓氏集团的接班人 看来你还不知道 阿贱跟梓梅本来就打算要结婚 要不然 你以为梓梅干嘛千里迢迢地追到这里来守着 哥哥 在你初心以前 阿贱跟梓梅一直都非常地要好 我想你应该不会想要成为介入别人关系的那种女人吧 别忘了 你爸爸就是被那种女人带走的 更何况我认为 只有梓梅才有资格跟阿贱在一起 阿姨希望 你能有自知之明 阿贱 我在一起 好 你在干嘛 啊 你拿起里干嘛 走开 你要去哪里啊 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放开 南越里 你干嘛啦 你们要看你家里找过我了 为什么你跟梓梅 在两年前结婚的事 你都没有告诉我 你听 我不要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听我说 两年前 我的确被安排跟梓梅结婚 那是因为我继父 她需要梓梅父母 留给她的信托资金 但是我怎么可能 跟一个从小是我妹妹的人结婚 怎么可能嘛 所以我才回来台湾 我也告诉过你 我是逃回来的不是吗 不管两年前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是我跟你结婚 我最在乎的人也是你 但你跟梓梅才在同一个世界里 我不是 你在说什么 我不管你跟梓梅是什么关系 还是你妹妹也好 对 跟你结婚的人的确是我 但是我们两个真的有办法一起走到最后吗 但是我们两个真的有办法一起走到最后吗 你知道我高中已毕业 我就跑去台北 晚上到夜市摆摊 我一拿到钱我就去补英文 我去买漂亮的衣服跟鞋子 就算别人想我怎么装出来 我就毫无所谓 因为我想象有一天 我或许可以飞到加拿大去找你 然后在见到你的时候 我可以很有自信地告诉你 我终于追上你 但今天我才发现 我还是理你好了 我要用听 怎么这样 为什么说不出话 你就是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信仰 不得吗 爱情怎么得忙 当我长大我一定会在找你 你骗人 你说我会留在热车呢 你为什么要骗人 安静不要走 不要走 安静 你拿那么大箱子干嘛 我要搬回来 是谁说你可以搬回来的 南岳里 妈妈都跟你说 夫妻之间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些事要交通一次 怎么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你跟妈妈说 好好好 好好好 不说不说不说 不说 想哭就哭吧 没有你 我是残缺的彩虹 失去一个最重要的颜色 想要听你说 你都怎么过 你现在好吗 你微笑点头 我 想要听你说 快乐多过忧愁 想要听你说 我 却发现你在骗我 却发现你在骗我 没有你 没有你 我是残缺的彩虹 没有你 哪里去找 最重要的颜色 想要听说 想要听你说 你都怎么过 你现在好吗 你微笑点头 想要听你说 快乐多过忧愁 想要听说 快乐多过忧愁 想要听你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